等等 侯爷今晚 是不是还没有给母亲 婚定请安 母亲身边有二嫂伺候着 对了 侯爷来了 小心 侯爷 秦姨娘受伤了 我来看看你 多谢侯爷 侯爷用过晚饭了吗 要不今晚就在妾身这儿用饭吧 那我先告辞了 你也留下来一起吃吧 秦姨娘 就在这儿摆饭 是 是 你也坐下一起吃吧 这 坐下吧 是 试试这个 你也吃 多谢侯爷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有些吃不惯花椒 我忘了 你久去江南 那边那边的食物 淡了些 怪我怪我 之前侯爷住渣在苗江 那里夜晚极寒 需要吃花椒去寒 我光顾着照顾侯爷的口味 忘了夫人的口味了 没事 不怪你 怪我口味浇惯了些 夫人 您吃这个笋片 这个是清淡的 那小厨房再煮点清淡的菜来 好 不必了 不必了 可以 吃吧 你 请 适应 请 是 这 不是 有 你 是 不 没有 我 你们 不 不是 我 是 那 是 是 我 我 你 你 我 你的 你 我 我 我 不刚好些 不能太失礼 来 天黑了 侯爷夫人路上小心 侯爷 听白东莞的意思 美米一事似乎与欧家有关 徐家和欧家 都是历经几朝 身经百战的武将之家 欧家到了靖阳后这一带 不安于现状 玄宇熏心 祸国扬民 想利用海禁构陷重粮 傅兄欲开海禁 以永绝海盗之魂 变成了欧家的眼中钉 后来 傅兄战死沙场 徐家满门下狱 都是靖阳后的手名 没想到 徐家还有这样的过往 若非你祖父 向圣上求情 许我上战场戴罪离宫 也便没有今日的徐家 往事已矣 侯爷凭靠一己之力 重振徐家 想来老侯爷和世子 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 国贼一日不除 黎明百姓一日不得安生 如兄便不得安息 难道当年就没有证据证明 是欧家害了老侯爷吗 当年靖远侯任浙江巡抚 又如何会留下 不利于他们的证据 奸臣勿国英雄死 千古一杯西照明 欧家陷害忠良 道行逆施 终将自食恶果 如今靖远侯 欧之长兵部 长子欧李行 官居李布侍郎 又娶了尚书的嫡女为妻 刑部 也为靖远侯马首是真 要搬到他们 谈何容易 而欧家的次子 欧盐刑是数字 钱少露面 有关于他的消息 也几乎看不到 是 已经到了 小心 他是想留宿吗 万一 万一有了孩子怎么办 等等 好 侯爷今晚是不是还没有给母亲 婚定请安 母亲身边有二嫂伺候着 再说了现在这么晚 老人家想必已经休息了 不便打扰我 对了 我今日刚执掌中窥 我一会儿还要去 这种小事不用你亲自去做的 来 侯爷 说了半天我都渴了 你这里有什么差吗 侯爷 侯爷夫人 是 去给侯爷泡一壶好茶 是 夫人 是 夫人 是 一堆 好像是 一堆 一堆 你 你 侯爷 您先在此休息 我还要去看看账办 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